自然 三十四 四十六 好 最接近而不超過的 就是我們今天第一名好不好 有人 非常接近 接近 請問誰答對了 幾乎 來 國畢 怎麼可能 你看得到一點 開始 一滴滴 你就Bingo了 真的喔 差了 有小數點嗎 沒有 百分之三十五 跟住宣傳的料查指說 全球肥胖榜第一名 全球肥胖的榜 排行榜第一名 美國 這沒什麼好爭議的 他們的食物 百分之六十四 他們全部過胖 百分之六十四過胖 台灣有 台灣是全球第六十七名 他還不錯 所以等一下 馬國畢 你獲勝 你優先選位 你要選擇那個 我覺得我這邊風水還不錯 那你這邊 你站這邊對不對 你選擇 隨便你選 這是第一選位嗎 你想換嗎 換一下好了 我這樣可以離那個財神 接下來爆掉的兩個都爆掉 那是王思嘉比較接近 對 王思嘉 來 你要選哪邊 馬國畢先換 那我就站在第二個就好了 馬國畢先站第一個 那我就不換了 我就站在那邊 你就在這邊 那趙雲你要換哪裡 他沒得到 他要選 這趙雲直接選 趙雲現在只能選擇 叫車或蹲下來 好 好啦 就這樣子了 馬國畢 我們的第一個單元 是 通炸十點半 來賓比賽撲克牌 十點半遊戲 由主持人發問 答對者可以決定 下一張牌是發給自己 還是發給對手 只要對手的牌都爆炸就獲勝 當然 誰的牌先玩到十點半 或無小過五關 不僅獲勝還Double積分 通炸十點半 開始通炸 先給十分 每一個底牌 先發 馬國畢的底牌是幾點 三點 王思嘉的底牌是 五點 原則要是 半點 半點 好 半點 好好喔 半點 過五關比較容易 但是也因為前面答對的話 都點數全部往那邊丟一下 就厚掉了 對不對 第一題題不是 好 我們這個生活智慧題 注意聽喔 請問 好 在炸油鍋的時候 放下何種食物 可以防止油噴濺上來 食物 食物喔 當然我們先把水吸乾很重要 所以有時候呢 你要一直不斷地做下鍋的動作的話 它會漸上來 油鍋 對 油水就會漸 油爆現象 應該怎麼辦 放什麼食物 第一個 在油鍋裡放置一把米 因為米會吸附油中的水因子 所以炸東西的時候 油就不會漸起來了 一把一小把的米 是 第二個放什麼 在油鍋裡面放一片吐司 因為吐司會吸附油中的水因子 所以油就不會漸起來了 放第三個是什麼呢 在油鍋裡面放一根香蕉 因為香蕉會吸附油裡面的 油中的水因子 對 最後一個可以放什麼呢 在油鍋裡面放幾片鳳梨 因為鳳梨當中的酵素呢 會讓滾油的沸點降低 所以我們炸東西的時候 油就不會漸起來了 對 達利正義 從馬國畢先來 你認為放什麼食物 我覺得是B吐司 為什麼吐司 為什麼 因為那個你說香蕉和鳳梨 它其實裡面就帶 還有水分 你下去油鍋 它一定會噴得更厲害 對 那米 放米 好像會變成爆米香吧 那我覺得吐司 好像是最比較符合可以 就是放入油鍋 炸吐司 炸吐司 然後它就 吐司不會變黑嗎 會變黑啊 吐司變黑啊 那是跟我們炸的東西 但吐司沒有人要吃啊 對不對 對啊 是不是 吐司 就可以輕鬆解決爆油的問題囉 因為油會飛溅 是因為接觸到油面的水分 瞬間氧化所造成的 加入吐司之後 吐司會吸附油中的水因子 所以炸東西 油自然不會漸起來囉 想來一台香豬的油炸鱗嘴嗎 試試防日用爆的新妙方吧 好 這個點數是你的 請看 3點 給誰 當然是不可能 給自己的啊 這樣就六分了嘛 對不對 我們一定是要給脫外套那位 漂亮的姑娘 要激勵她 對 對 要讓她伸出 不然就讓她早點爆 然後早上把外套偷掉 對 哪裡早點爆 他的分數是不是 分數 趙宇 我現在給她 3點就給妳了 3點半 3點給趙宇 好 現在是3點半 繼續聽好 第二題 題不準 好 又到了我們 東陵進補的季節了 進補了 要喝湯的時候 熱湯的時候 都會發現上面浮了一層油 這喝起來 尤其是吃火鍋的時候對不對 熱量會太高對不對 又不健康 對 又會導致肥胖 對 男生占了54% 是 54% 請問 現在有一個方式 可以迅速的去油 請問是用什麼方法 在湯的上面都會有油 不管什麼湯 對不對 要怎麼樣迅速去油呢 對 第一個做法 在湯中加一張揉過的錫脖子 錫脖子把它揉一揉 錫脖子 對 放在湯裡面 因為錫脖子上面的凹凸面 會將油吸附 來 第二個 可以在紗布裡面 包一個冰塊 用冷凍的方式 將油吸附上來 冷凍的方式 紗布包冰塊 第三個做法 在湯中間 加入幾滴的優酪乳 因為優酪乳會凝結油脂 沸騰 可以把油集中 進而撈起來 馬國畢請選擇 好難喔 這題我覺得這題有點厲害 我覺得是 A 將錫脖子 然後我 然後再撈起來 錫脖子答對了嗎 好難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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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對喔 這我就沒辦法了 真的沒辦法 那個妙喔 王思佳 三選一的機會 王思佳 沙布包冰塊 找對了嗎 好難喔